We were getting ready to win this election Frankly we did win this election 不到24个小时前 川普才刚宣称已经赢得大选 但一觉醒来猪羊变色 川普原本一路领先的密西根州 大翻转16张选举人票 拱手让人 还有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威斯康辛州 也被拜登逆转 川普除了连夜狂发推特批选举 阵营也立刻在多州启动法律程序 要求密西根州停止计票 威州重新计票 白宫连任之路被挑战 川普儿子也没闲着和朱利安妮 跑到宾州要对延长邮寄选票 截止日期仪式提高 朱利安妮甚至痛批 对宾州的邮寄选票可能来自火星 距离入主白宫之路 拜登几乎只差一步 但紧编选庭结果尚未出炉 川普阵营就准备大打法律战 想借大法官保守派战多数的优势 试图用指控选举舞弊 谋求最后再次翻盘获胜的机会 三连新闻 陈思伟报道